大家好,这期给大家讲讲习包子的经济方面的一个未来大概其20年的这么一个思路啊 说这个包子迪呢,最近在土工中国的中南海啊,开了一个秘密会专门谈未来经济的方向 是吧,有点像当年邓小云的一个重要讲话,南讯是吧,比如说重要的话,我们现在还记得是吧 我们主要是要,叫做什么,防止右,但主要是为了,还是为了防止左,是吧,这是邓小云的话 是吧,就是大胆的事,大胆的闯,是不是,还有什么两手都要抓 物质我命和精神我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是吧,挺有意思的啊 我们这些人都是,就是顺口六四的都记得,大概就是西包子前一段时间啊 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呢,就是专门研究这个大致的20年的一个方向问题 说要管20年啊,就类似于这个邓小平当年南讯讲话也管20年 这么重要的一个会,但是它是个秘密会议 第二个会议呢,就是,开完会议以后,视频参加了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 是吧,其中讲了一段话,啊,我们这个要防止颜色革命啊,防止干涉我们的内政 完了以后,我们不主张脱钩,是不是 完了以后,要怎么样,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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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反对脱钩 反对技术封锁,就这些的话,是吧 后来我的北京的兄弟们告诉我的啊,说他,你看他这个会议很有意思的啊 他是在上海合作组织的高峰会议上说的这段话 而且人都没到场,你这些话应该对美国人说,是不是 应该对欧洲人说,对日本人,对韩国人说 你对一个上海合作组织的那几个屌丝穷国家 他说那一个小国家,根本没任何地位的,说这个话干嘛呢,哎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习包子 未来20年,他的主要的外交关系啊,就是与这些个穷国家玩 啊,当然也包括俄罗斯了,什么哈萨克斯坦呢 土库曼斯坦呢,就这些个破国家,知道吧 说他们要做大上海合作组织 上和峰会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的这么一个小圈子 然后呢,大面积的与这个什么,欧美世界脱钩 是不是,我们这么一帮兄弟们,抱成团啊,我们一起来玩啊 看能不能把伊朗也拉进来,是不是 说把这个阿根廷也能不能拉进来 那很有意思的啊,说起这个阿根廷的话也是,土工中国也是也是罪了啊 就想说这个,现在的货币不是贬值贬的,特别厉害嘛,是吧 特别特别厉害,主要就是说这个俄罗斯嘛 俄罗斯把这个人民币抛售了 导致这个人民币又拟岸市场贬值 其实啊,还有一个国家也是功不可没 那西包子真的是跟猪一样的 这个国家是什么呢,就是阿根廷 说阿根廷呢,全世界人都知道阿根廷的经济不好 阿根廷是什么呢,它是没有外汇的,是不是 阿根廷这个国家是很穷的 阿根廷的货币本,本币叫比锁 它是个废纸一样的,每年贬值超过百分之百 是吧,完了以后呢,西包子不知道哪个金搭错了啊 居然用还算不错的人民币啊,去互换人家阿根廷的这个什么比锁 你这不扯淡吗,比锁它每年贬的,它根本也不太会事 我饮多少都有,是不是 于是呢,阿根廷突然就有钱了 因为你拿着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去买美元 买美元,换美元是换得到的 但是你用比锁换美元,你就很难,是不是 因为你不值钱吧,贬值太多,没人愿意跟你用比锁换 所以阿根廷立马就开始用拿到的人民币去还债 去购买美元,然后居然有了外汇了,是不是 就是,所以你就搞,明白了吧 就是人民币最近贬值,为什么这么厉害 除了俄罗斯在调戏这个细胞子 阿根廷那帮人呢,也在调戏细胞子 所以现在细胞子呢,有点搓火 但是呢,又不好,又不好怎么说,是不是 毕竟你是你自己亲自拍板,亲自领导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事情 最后他就觉得,还是周边那几个国家,我能控制 你欧美国家,那你阿根廷也算是欧美国家 人家拿美嘛,也有一个美嘛,是不是 他是这么想的,就是我们这一帮人这块玩 说不定还可以,比如说他也用人民币去买伊朗的石油 说他们伊朗就没有用人民币去还美元 说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其实一头猪都知道 伊朗为什么没有拿人民币去还美元呢 因为你用人民币去还美元,也知道你 是伊朗人在搞这个事情,美国的伊朗 他有金融制裁的,你根本就换不到 你有美元,有人民币,有欧元,有什么美元也没用 你有石油都没用,你不敢买你的石油 他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习家伙子 他觉得自己是不是被阿根廷人骗了 完了以后,开了一个秘密会 为难20年,要实行两个全面脱钩 我听到了以后,我真是哭晕在厕所 中国老百姓,我绝对没有造谣 真的,我北京的兄弟们,而且都是有那么一丢丢身份的 能够知道一些个片眼之语的 说是两个脱钩,第一呢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脱钩 全面脱钩,什么欧洲啊,什么日本的,什么韩国啊 什么澳大利亚,什么美国啊,包括阿根廷,巴西都脱钩 不跟你玩了,咱中国这么大,还怕养不活自己 独立自主自利根深 我说过无数次,中国人的一种深入骨髓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 就是每次遇到困难以后,他就关门 关门起来就推牛逼,我要自己搞 是不是,我要自己独立自主自利根深 我说过无数次的,我必须每次都讲 独立自主自利根深是谁说的,是毛泽东说的 是吧,毛泽东为什么要说这个话 是因为毛泽东当年跟苏联这个走的太近 什么技术,什么人员,什么军事 所以一切靠苏联在帮中国建设 结果一夜之间苏联跟毛泽东翻脸了 苏联人还要用核武器把毛泽东给轰死算了 是不是,毛泽东一听就吓死了 算了,倒是不跟你玩了 所以当时有大量的苏联专家撤回去嘛 然后中国经济就去找不到方向了嘛 这是毛主席大笔一辉,用他的那个 龙飞凤舞的字写了八个字 独立自主,自利根深 所以你凡是你听见中央的 土工中国的领导人说这个话的时候 你一定就明白,经济太差了 没人跟你玩了 所以你不得不这样说忽悠老百姓 我还说过,那个叫什么,晚亲的时候也是 晚亲的时候你赚了全世界 卖你的茶叶,卖你的生思 你赚了那么多钱 完了以后,你那时候没有国际通行的货币 没有美元结算的这么一个什么体系 是不是 那你人家不可能说你卖的人家茶叶 你卖的人家生思,人家给你什么呢 是吧,你有些东西你也不要啊 最后人家给你鸦片 所以鸦片它是个货币 结果鸦片一进来了,很多老百姓呢 就觉得鸦片这个东西太好吃了 舒服爽,天天就吸毒 是不是,然后你又怪人家 外国人卖你鸦片,要搞鸦片战争 你不扯淡吗,你把鸦片打死 你的经济也垮了 因为鸦片是你的货币 一个市场没有货币,你怎么行呢 是不是 所以有些人他不懂经济学 他不懂货币经济学 脑有货币就是钱 脑有货币就是什么什么 要么就是白银,要么就是黄金 要么就是纸币 任何一个东西 它都可以成为货币 就看你是不是可以月定俗成 没办法 因为货币它是个替代物 唉 这些个事情呢 中国人他不了解这个道理 他就开始跟林德徐这个大傻逼 就开始搞什么什么鸦片战争 结果鸦片战争一打一打输了 所以战争也输了 你经济也垮了 你说这个清朝政府他怎么办呢 自强啊 是不是 搞洋务运动啊 搞洋务运动 其实就是另一个版本的 独立自主自立根生 明白吧 完了以后 他那个时候不叫独立自主自立根生 叫商战 是不是 是不是 把商业跟外国人做生意 把它理解为一种战争 你说这不是老子进水 是不是 都是一样的 几百年过去呢 一点变化都没有 现在席包子经济搞不好了 就怪西方人搞制裁 说封锁的技术 老子不跟你玩了 我要独立自主自立根生 我要五个自信 我要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脱钩 这是一个脱钩 你记住了 所以未来二十年呢 这个清华大学的人建涛兄弟啊 老兄啊 就说我未来二十年 将是毫无升旗的二十年 这绝对是一个有远见的预测 我跟你说 第二是什么呢 在中国国内实行一个脱钩 过去叫做什么呢 叫做 叫做这个 共产党的执政的合法性 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是不是 因为共产党本来是个流氓组织嘛 打土豪分田地起来的嘛 是不是 人家国民党 中华民国还在呢 你共产党 共产党根本就不合法的好不好 那怎么取得自己的合法性呢 两种办法 一个就是我民主选举 那共产党肯定不会搞 第二个就是我赚钱 是不是大家都有钱花花 我不就合法了吗 所以经济增长是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 法理的基础 明白了吧 所以现在习近平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说以后二十年 我们共产党的执政的合法性 和这个我们的经济增长完全脱钩 两码事 经济为经济 执政归执政 两码事 只要我们的政治正确 经济差点没关系 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现在稍微有点逗子的 还是那句老话 稍微有点逗子的 精英人士 高进制人群 都知道 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我们天天喊 细胞子真的就没打算搞经济 他想搞经济也不行 就这么简单 因为你过去做的缺德的事情太多了 而他不愿意承认错误 其实吧 人呢就是意念之间 你承认错误 这个事就过去了 是不是 你真承认错误 这个事就过去了 哎 所以你这两口子吵架 彼此说一声对不起我错了 烟雨消云散 日子继续过 国家和国家之间它也是如此 你诚实的 大大方方的说一声对不起 我们以后呢守点规矩 是不是 因为这个地球只有一个 人类是一个大家庭 做生意呢 互相要利好 我不能这么干 我错了 看在我是一个落后国家的面子上 原谅我一次以后不干了 西方人都是一帮小清新 他肯定要原谅 习近平你让他认错 你把他杀了吧 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啊 习近平的秘密会议决定了两个全面脱钩 第一是全面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脱钩 第二是执政的合法性与经济效益完全脱钩 而且的话第二个脱钩 比第一个脱钩来的更快 所以这就是今天中国已经出现的现象 很多个地方都没钱 都亏损 今年一到六月份的这个 各个省市的财务财政收入 基本上出来了啊 上海呢是越有盈利 其他的所有的省市自治区 全部亏损 亏损的越塌糊涂我跟你说 没有关系 是不是没有关系 习包子为什么不喜欢上海呢 他就是这么认为 他说你上海不就是有钱吗 不就是中国的经济浓头吗 你就了不起啊 你就搞念念中央吗 你不听我中南海管教吗 我弄死你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上海有经济好 也没什么了不起 你必须听我的 否则我弄死你 所以上海这个地方为什么 西包子他盯得很紧呢 因为上海人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上海人你想想就跟我一样的 我在我的这个国家 我交税交多了 我都有一种这个优越感 真的有的 我觉得我跟你交这么多税 你总得对我好点呗 要尊重我点呗 一个城市也是如此 其实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谢谢